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看到如何形成麵團 真的很神奇 所以很享受這個過程 小學三年級的時候 媽媽就買了一個 南無芝士蛋糕給我吃 覺得很濃郁 還有檸檬味很好吃 所以我決定去學做蛋糕 到了中學的時候 很想做一些蛋糕給同學吃 因為我想帶給他們一個開心 和甜蜜或者祝福的感覺 小時候 畫畫的時候 我就開始想想自己的夢想 的蛋糕店 很想一些人來 享受我的蛋糕 一起聊聊聊 回味一下一些事情 關心一下他們 當我讀完書 進西傳學院的時候 我已經開始幫自己答 這個蛋糕店的夢想 我大概四五歲的時候 有大腦麻痺 因為有大腦麻痺 就會影響自己咸度 可能平衡不好 我在治療過程其實都很辛苦 因為每天都要刺針 然後又搞到自己也哭 每天都會痛和害怕 但是哭到這麼一刻 已經知道怎樣去堅強 所以我就沒有再說喊痛 我記得小學有個老師 經常都說 我每次聽到我會很開心 所以我就很記住這件事 每天都要開心 沒有人發生什麼事都 每次我點到訂單的時候 我都會盡量親身送給客人 因為我都很想他們給一個好的印象 和一個專業的態度 我真的要你 謝謝 謝謝 拜拜 我拿回這些記錄 因為想要一些分享 或者一些好的想法 可以再研發多一點印象 最近你想到什麼新款的曲奇餅 想做 想研發一些綠茶 媽媽在我創業的階段的時候 做了一個小助手 因為她在我的小事務上 都會幫我去做的 她都會給很多提議我 在家裡做蛋糕上 怎樣做得更漂亮 怎樣包裝得更好 一步步來 不要心急 我們做得多得多 最重要是開始了你的夢想 對 我家的廚房其實是我的工作的地方 因為我都要過很多蛋糕和菊奇 我都會很長時間在裡面工作 現在的階段其實是一個創業階段 雖然當中有點實習一下 但是已經開了一半生意 可以了可以了 因為它多金黃色 金黃色是嗎 對 OK OK 今次我會在一個家人 我會買一些曲奇給街坊 有很多人 對 大家在這裡 快點 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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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看到你 連夢想看我 還有你看到我 我可以看到你 不多不少令我們學會 很多東西都不是我們可以控制得到 我們有很多憂慮 包括別人不接受 被人拒絕 賣不出 打擊到他 自己又害怕 到達貨很多 時又擔心交不了 下一步怎麼走呢 又興奮又擔心 天賦給我一個恩賜 就是去做蛋糕 所以我很想幫助一些基層的朋友 去祝福給你們 帶給你們快樂 從小到大 天賦都給我很多天使 在我旁邊鼓勵我 由家裡的那種幸福 令我不會覺得少了一件事 就算我真的走不動 或者是怎樣 我又不是全身動不了 我有手可以畫畫 我可以 可能上學 竟然老師提醒我去唱 學唱團 我不會覺得是 走不去一個不好的時刻 就算我們在一起 去唱歌 熱血 他有事 跟班 做音樂 我也是 在那樣子 我願意 全都三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